10日,印度政府又是小动作 宣称要对中国公民实施更严格的签证标准 但当地基建项目所遭遇的尴尬表明 他们正在作茧自负 因为孟买的一项隧道工程 正眼巴巴地等着中国工程师来帮忙组装起近100个部件 这样才能用上从中国进口的印度最大直径顿购机 而印度领军企业组装不了一台机器的事实 已经让该国一些网友大呼悲哀 据印度时报9月7日报道 今年4月,一台从中国进口的隧道绝境机 TBM就拆卸包装好,运到了印度 但这些部件到现在都躺在孟买的工地上 等着专家来组装 更确切地说,是在等中国工程师 组装这台机器,需耗时两个月 负责孟买基础设施和管理的市政公司官员表示 除非中国工程师被批准,着手组装 否则工程就将延误下去 根据《长沙晚报》去年11月发布的相关消息 据报道,由中国铁剑重工 自主研制的三台出口印度盾购机 在长沙通过工厂验收,顺利下线 其中一台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购机 开挖直径12.19米 整机长度80米 总重量2300吨 将服务于印度孟买沿线公路隧道的建设 这台盾购机打破了发达国家 对海外大直径盾购市场的垄断 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购机的设计研发能力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另外两台设备则将服务于印度搬加罗尔地铁的建设 今年3月,中国铁剑官方微信又报道称 这台超大直径盾购机的盾体 已经被拆卸包装成8块 刀盘分割成5块 陆续装车发出 途径上海港 通过海运运往孟买 这都与印度时报描述相符 而上述孟买官员补充说 从中国进口的隧道绝境机 被分成近100个部件 现在需要再组装起来 可因为中印关系紧张 现在工程承包商LNT拿不到让中国工程师来孟买工作的许可 他们也想了别的办法 已经有中国工程师在组装孟买三号线和搬加罗尔地铁项目所需的隧道绝境机 他们可以帮忙组装沿海公路项目的隧道绝境机 因为机器相似,只有大小不同 可机器组装好后 我们还得进行实地施工测试 到时候还是需要这台机器的中国生产商派工程师到场 去年12月 机器在中国做过测试 但之后为了运来印度,被拆了 再次组装后,还要测试一次 在听说自己国家的领军企业都不会组装机器后 不少印度网友很是抓狂 质疑印度还怎么机身制造中心啊 真是悲哀 第一台TBM已经问世超过150年了 我们的所谓领军企业却连组装都不会 我们要怎么才能机身制造中心啊 而报道同时指出 地铁三号线项目目前使用的18台隧道绝境机中 有8台是由中资企业生产的 而剩下的10台虽来自在西方注册的企业 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 值得注意的是 印媒还援引专家强调 该国孟买等地的大型机舰项目 严重依赖中国的重型机械 所谓抵制中国商品的呼吁 只会害了这些项目 最新研究出炉 中国人的平均智商远超美国人 真实原因轻掉下巴 西方曾研究过 全球各个国家的智商水平 最后发现 中国人的平均智商是最高的 如今 中国人的高智商 已经在其军事 科技 以及经济等多个领域 都体现出来了 而在中国之间 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在经济一穷二白的背景下 用短短30年时间 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相比之下 美国虽说是当前 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 但数据显示 美国人的平均智商 要远低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 近日 外界对此 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平均智商 怎么会比美国人高出那么多 不少美国人认为 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当时工业化时代 已经开始了两个多世纪 他们认为 中国人需要从自己的口中 彻底发掘出人力资源潜力 才能追赶前者的脚步 因此教育就变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 正是因为美国人的这一误判 造成了如今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 中国一直以来 都非常重视教育 无论是小学 初中 高中 还是大学 无论是有钱人 还是贫穷的人 都能够接受到教育 相比之下 在美国 普通人都会被甩在后面 天才才能占据 更多的教育资源 再者 美国对教育 向来都秉持着方人的态度 上课时是非常随意的 学生们坐地上 还是坐椅子上 都是非常自由的 对于学习的成绩 也持有宽容态度 并不会太过于在意 这也就造成 这么多年来 国际上的物理和化学等 多种比赛 其获奖者几乎都是中国学生 比如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简称RMO 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数学竞赛 我国自1989年 获得RMO团体冠军后 到2019年 再次获得冠军 31次参加RMO比赛 中国获得了20次冠军 美国人的系统 更注重使聪明的人 变得更聪明 而中国的系统 更注重使每个人的智慧 变得聪明 除此之外 在中国推崇的是人恩平等 以德抱怨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反观美国 从小接受到的信息 就是一定要自信 可也就是这种 从小到大得天独厚的教育 以及美国这百余年 以强势为主导 做出的成绩 更加滋养了美国人的目空一切 和对凡事都不屑一顾的高傲性格 以至于对世界不屑一顾 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不屑一顾 甚至对病毒不屑一顾 美国人这种 以自己优先的性格 与教育的极端化 存在巨大的关系 文化差异也是智商差距大的原因 中国汉族占总人口90%以上 其他56个民族 在肤色和人种上 也与汉族基本相似 因此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 和单一文化的国家 儒家 佛家 道家文化 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 尤其是儒家文化 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影响非常大 这就决定了 中国文化强烈的民族性 相比之下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人口构成极为复杂 世界上各种人种 民族都汇聚在这里 各种文化交相辉映 形成了各人种 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 美国文化具有多元化 以及强烈时代栖息的特点 与中国是截然相反的 对此 国际网友就指出真相 美国人的智商低 并不奇怪 教育以及文化上的差异 造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距 同时在平均智商上 也相差甚远 解放军军演不断 台军突然亮出大动作 大战一触即发 解放军军机 连续两日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活动 台当局反应强烈 据台中央社报道 9月10日晚 台国防部 外交部 分别大动作临时召开记者会 宣称大陆此举 是严重挑衅 解放军训练区 距离台湾最近仅90海里 约166公里 会上还发布了多张 台军所拍摄到的 解放军军机现场图 中时电子报报道称 10日晚 台国防部 外交部罕见的主动队 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海域一事 召开记者会 根据台军方公布资料 解放军兵力 自福建省近江 漳州 以及广东省城海等地出发 赴台海西南方 外围海空域演训 且舰艇活动范围 就在东沙岛 以北海域 台国防部在记者会上透露 9日 10日两天 解放军各有30架战机 7艘舰艇 在台湾西南方海空域演训 期间有约21架次战机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而解放军军机 及舰艇的活动区 距离台湾最近 近约90海里 约166公里 据台国防部目前掌控的情报称 此次解放军演练 为大型联合海空操演 而并非欲往常一样 针对美军活动 台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指出 美军基建 这两天位在附近活动 解放军军演 明显有针对性 针对此前传言 解放军两系部队 一度对台军驻守的东沙岛 进行包围 情况紧急的消息 台军官员在会上再次辟谣称 解放军此次军演 只出动了海空军兵力 并没有出动火箭军 与两栖登陆部队 同一天 台外交部也大动作 召开了临时记者会 声称大陆的军事行动 对台湾已构成严重挑衅 是对区域安全稳定的严重威胁 还宣称 已将大陆的威胁信息 分别通报给重要的犹台国家 谅言 一旦发生任何战事 台湾全体人民 会占到最后一兵一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